这是冰尾的黑犀牛 生活在非洲大陆的最南端 曾经因为偷猎者的捕杀 黑犀牛的数量在1960年 到1995年间 锐减了98% 今天全世界已知的黑犀牛 已不足5000只 并且还在以每天三只的速度 消失 如果这样的状况持续 黑犀牛会在之后的五到十年间灭绝 对黑犀牛进行监控和巡逻 是SRT组织的日常工作 工作人员会每天巡逻 监测和记录 来确认犀牛们健康的状况 与此同时努力寻找着新的黑犀牛 其实这一次到这来我一直不想让自己当作是一个旁观者 其实刚来的时候我知道我们要接到这个任务 说要来追踪犀牛 所以心里其实一直就有期待 这里的人其实一直在于保护这些野生动物 不仅仅是他们的工作 他们的亲人 他们的父亲 或者他们的儿子 都会一直传承 然后实实代代的在做这样的一个事情 并且他们是真的在热爱这个事情 今天早上我们出发的时候 其实那个时候能不能见到犀牛还是一个未知处 但是当我们的向导告诉我们的时候找到的时候 内心还是特别激动 现在已经遇到那个犀牛很紧张 那是个大手术 我已经照过他了 我只鼓励了一起来黑犀牛 当真正见到黑犀牛的时候 心里对于野生动物那种敬畏之心 就从心里散发出来 他们当时跟我说了一句话 说他们希望未来我们再来的时候 可以看到这些野生动物都非常好的生活在这里 而不是看到他们的死亡 我是朱一龙 我在非洲的纳米比亚 希望大家和我一起保护黑犀牛 把这种花维种放在内心中 是朱一龙 os如果您是朱一龙 我妈妈 你现在是朱一龙 到哪儿